很多人对收入的理解过于幼稚 总觉得老板给自己的报酬给少了 总觉得多劳就能多得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真正决定收入的是什么啊 你多劳都是可以挣到钱 但你永远不可能挣得多啊 只有当你明白了机会成本是什么 你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 才能够清晰地做出各种的决策啊 而本期影片呢 我们就来讲讲机会成本 大家好 这里是思维盛宴 感谢点进这一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内容感兴趣 记得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对你有帮助的内容 我将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 让你的思维体系在短时间内 得到最有价值的启发 从而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首先我们先讲 价格到底由谁决定 就是你应该挣多少钱 你的劳动到底值多少钱 这个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有人说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 你的生产成本100块 那么你卖的东西肯定得超过100块 想赚多少钱得看你自己了 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如果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呢 那为什么会有亏本算盘呢 它明明是生产成本100块钱 它却用50块把它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这个要素决定的 那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吧 各地都会有这种的例子 就是下雨的时候打车会涨价 那我就问你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打车的价格 因为下雨和不下雨的时候 司机都是那个司机啊 车都是那个车啊 劳动成本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为什么下雨之后会不约而同的账价呢 答案是四个字 机会成本 真正决定价格的是机会成本 什么叫机会成本 就是放弃了的最大的代价 就像古董 同样的古董 你用1万块钱买的 过了两年 你想卖了 拍卖会上 有人出2万 有人出5万 有人出10万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点头就可以卖出去 请问你会不会在1万块钱的价位上卖掉呢 因为你最终的成本不就1万块钱吗 你不会的 对吧 因为真正决定价格的是出价最高的那个人 你如果1万块钱卖 就等于你为了拿这1万块钱而放弃了那10万块钱啊 那10万块钱就是你付出的最大的代价 就是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有一个愿意出10万的话 你是绝对不会低于10万去卖的 真正决定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呢 就是这个机会成本 或者说机会成本才是真正的成本 很多人总以为成本是账面上的 这样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会觉得我账面上没有亏 那我就没有亏呀 而这个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甩开当前成绩的原因 他们总是盯着当前看 他的每一步在会计本上都是赚的 但是在整体的机会成本上是亏的 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 你要比尔盖茨去捡瓶子 今天捡了6个小时 捡了100个瓶子 赚了20块钱 请问这个时候比尔盖茨是赚了还是亏了 从会计成本上看 他是赚了 因为没有投入啊 纯收入嘛 但是机会成本上看呢 他就是亏的了 因为他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可以让他赚几万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每一步都很正确 但是走到最后发现这个棋盘是输的 因为他们只会看会计成本 不看机会成本 就像很多传统行业的人啊 他们死活的盯着眼前啊 说我现在还能赚钱啊 对 你现在是挣钱 但是也就只能挣那么一点点钱了 当然也在持续的往前走 但是他们在错过什么 他们在错过一个巨大的风口 在错过短视频 错过电商的崛起 在错过一个全新的效率渠道 他的精力原本可以在更高的效率平台上 爆发出十倍百倍的潜力 但是他为了眼前一点点利益 他放弃了这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亏损 而这种亏损往往是看不到的 这个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啊 回到刚才那个打车的问题啊 当你明白了机会成本 你就知道真正决定出租车价格的 并不是他燃油用了多少 也不是他的劳动有多辛苦 而是他的替代方案有多值钱 也就是说 当下暴雨所有人都抢着回家的时候 有一个乘客愿意付他三十块钱 打车去同样的路 那他就不愿意去接那个十块钱的了呀 因为三十块钱就是他的机会成本 为什么从十块钱涨到了三十 因为机会成本从十块涨到了三十啊 那明白了这个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就是中介费的提成按房价的百分比合理吗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一百万的房子跟一千万的房子 中介费都是两个点 但是中介付出的劳动都是一样的啊 那一百万的收两万 一千万的收二十万合理吗 当你明白机会成本决定价格的时候 整个事情就通透了 我们先做个假设 我们假设 无论是一百万的房子还是一千万的房子 他们都收两万的中介费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会出现一千万的房子卖不掉了 因为我卖一个一百万的小房子 我就可以赚两万 那我为什么还要费力去卖一个一千万的呢 我为了卖这个一千万 我可能会少卖了十个一百万的房子 也就是我为了赚这个两万 我可能少赚了二十万 所以中介都不会去干的 这个就是机会成本 所以那一千万的房子就只能提高佣金 比如说二十万 我们再假设一下 如果两个房子都收二十万的佣金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那一百万的房子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买家不愿意买了呀 房价一共就一百万 你还收我二十万的中介费 那我还不如自己去找呢 以前你收两万我会买 因为找房子的时间经历的代价 可能远远不止两万 所以找中介是最划算的 但如果你说我二十万的话 那就不划算了呀 我还不如自己去找呢 反正我这些时间你挣不了二十万 那就不会有人找中介去买 那这个时候一百万的房子的佣金 就得降低 比如说两万 也就是说 看似中介的劳动都一样 都一样是去签合同 一样是去介绍房子 为什么价格会相差十倍呢 因为不是中介的劳动决定价格 而是机会成本来决定了价格 那你明白了机会成本 我们接下来再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到底是谁压低了你的收入 是谁让你挣不到钱的 先说员工啊 谁压低了你的收入呢 为什么老板只给你开三千 他不给你开五千啊 因为什么 因为机会成本啊 永远记得 员工和员工竞争 老板和老板竞争 员工和老板从不竞争 为什么给你开三千 因为机会成本很低啊 也就是说老板哪怕不找你 他花三千找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也可以干同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让你不挣钱的是谁啊 就是那个人啊 是你的对手 是他们压低了你老板的机会成本 我们做个假设 假设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拧这个螺丝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去做这个拧螺丝的工作了 如果没拧对的话 这个公司可能会倒闭 这两个亿的机器可能会出问题 这个时候 你说我一个月二十万行不行啊 我还得干一天 修一天 每天睡到自然醒 心情不好可以不来 一个月还得给我送三个月的代薪修假 你觉得老板敢不敢 不答应呢 我们给机会成本 换一个极度通俗的解释 你就明白了 两个字 痛点 有损失才会有痛点 损失越大 痛点越大 他能给你多少钱 取决于这个东西痛不痛 他说我不痛 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了 找一个员工三千块钱 他就算不好好干 他就算干的是有问题的 我也不会损失什么呀 所以他不痛 但如果这个东西 他必须就得这个人干出那么一点点问题 这个20亿的公司就得倒闭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了 那为什么很多老板也不挣钱呢 当然也是一样 因为消费者的机会成本很低呀 同样的东西你提供我也提供 那消费者愿意选谁都行啊 我没有那么大的痛点 这就是所谓的红海竞争 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大家提供的东西都是高度同质化的 那最后就没有人可以赚到钱 一年到晚忙到头 挣那么一点点辛苦费呀 但如果切换一个行业 或者创造一个细分出来 产生出一个全新的痛点呢 那就提高了用户的机会成本了 你就可以叫得上价格了 比如说吹风机 遍地都是吹风机几十块钱的一个 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这个时候呢 诞生出了一个青蛇版的吹风机 它主打了一个跨街青蛇 加吹风机 那在这个领域 它就没有什么对手了 但用户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找不到替代品 它不买 它的损失很大很大 这个时候它可以要得上价格 三千亿台 没有问题 在比如当年的拍照 P&D都是照相馆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都是挣不到钱的 尤其是那种拍证件照的 打印店的老板 十块钱一张给你拍 全部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的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 大家都挣不到钱了 就算我不在你们家拍 我也可以花十块钱 同样的价钱 在隔壁的老板那边拍 那如果你提升了这个痛点 你创造了一个证件照的细分 比如说海马蹄 比如说天真兰 我就专门给你拍证件照 给你拍的美美的 那么当你看到了这个简历 就特别的想往下看 这个时候 你就提升了用户的痛点 他不来你们家拍 别的地方他就拍不了了 他万一不拍这个照片 简历太平庸 被错过了 那么他的损失就很大很大 所以他愿意为你付出200块钱 拍一张照片也不是问题 也就是真正能决定 你的收入的是什么 是机会成本 是对方的痛点 是对方如果不买你这个东西的话 他会损失什么 很多人对收入的理解过于幼稚 他总觉得他的报酬给少了 总觉得可以微调参数 让自己多挣一点 不对的 只要你不解决机会成本的问题 只要你不解决超出你对手的问题 只要你不解决 不可替代性产生的痛点的问题 你就永远不可能多挣到钱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期影片里面讲到的 参数不可简单微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来 去观看这期影片 教你如何超越对手成为行业第一 你比如说有个人 一个月挣两万块钱 但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你说我能不能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不多呢 可以 但这样的话呢 你的收入就只是一万五 因为你摁住了时间 价格就会敲上来 那你能不能同时摁住八个小时跟两万呢 就是我一天必须工作八个小时 还必须收入两万块钱 一分也不能少 也可以 但这样的话呢 能力低的就会被淘汰 就必须要值这个钱企业才会雇佣你 有了更高的标准 那这样的话呢 又会产生一个结果 淘汰老员工啊 有一些原本可以靠多工作一点时间 挣到钱的人 他们就会失业 因为他们不值那个钱了 别人不愿意用他了 也就是说 你摁住了时间和价格 失业就会敲起来 那又有人会说了 能不能把他们三个同时都给摁住呢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还得一个月两万 还得允许新人进来 还不能开出老员工 可以 但这样的结果就是 企业会倒闭的 最后大家都没有了工作 你摁住了所有的因素 就是整个盘子都翻掉了 我们在表达什么呢 表达真正决定价格的是机会成本 老板给你开两万 是因为如果他开一万九的话 其他老板就会把你给抢走 能克制住一个老板的 永远是另外一个老板 那老板为什么不出两万亿呢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必要 出到两万亿的时候 其他人就已经把你的工作给抢走了 有其他人来代替你了 能压低价格的永远是另外一个应聘者 决定你的收入的是机会成本 明白了机会成本 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大城市的房价问题 有人说现在的房价高 是因为拍地成本太高了 如果取消了土地出浪金 房价就会降下来 请问对还是不对 我给你看一张图 它的合计价格是一万九 但是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 差不多得一万三了 明白了机会成本 你就不会被这种说法干扰了 举个例子 你捡了一个古董 这个古董价值一百万 但是你捡到的成本是零啊 你就是运气好 捡到了 请问你会不会两百块钱把它卖出去呢 那反正你的成本也是零嘛 你不会对吧 那你凭什么认为不收土地出浪金 房价就会降下来呢 开发商是根据谁去定价的呀 他根据市场去定价的 假如房价是五万一平 哪怕我的土地出浪金是零 这个房价该五万一平还是五万一平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 收了土地出浪金 这个钱进入了整个城市的建设当中 去修路建桥 去建医院学校 去搞市政建设去了 但如果没收土地出浪金呢 这个钱也到不了你的口袋里啊 它只会到开发商的口袋里 第二个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题目了 很多人都做错 我们具体一点 一个年轻人到了一个鞋店 买了一双鞋 这个鞋的成本呢 是15块钱 标价21 然后这个年轻人掏出了50块钱 买了这双鞋子 但是老板没有零钱 然后他拿到这个50块钱呢 找了旁边的小卖部的老板 换了50块钱的零钱 然后又给这个年轻人找了29块钱 但是这个年轻人走了之后呢 这个小卖部的老板突然发现 这个50块钱是假币 然后就退给了这个鞋店的老板 鞋店老板没有办法 就重新给小卖部的老板50块钱 那请问这个故事当中 鞋店老板一共亏了多少钱呢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 这个鞋店老板损失的钱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找给那个买家的29块钱 另外一个是这个鞋上损失的钱 那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那这个鞋的损失 到底是按15块钱算呢 还是按21块钱算呢 到底是按成本价算 还是按收价算 为什么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吵了起来 但是我们切换一个视角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开了 我们直接从这个假币入手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假币之前 大家都是没有损失的 但是这个假币出现之后呢 整个系统凭空的损失了50块钱 那这50块钱谁承担呢 鞋店的老板 就是因为他不会鉴别假币 他稀里葡萄的把自己的劳动给换出去了 然后拿到了一张废子 那么我们拿到了这个答案 再套回解题的思路里去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鞋最终的价格是按21块钱算的 也就是按照售价 而不是成本价 为什么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真正的成本 是机会成本 成本是面向未来的 而不是面向过去的 机会成本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炒股的 经常会被套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意识到 这些历史成本不是成本 成本应该是向未来看的 而他一直在向过去看 一直在纠结我亏了多少钱 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这个事情你是改变不了的 你真正的选择是当下 当下是否要继续持有他 明天是否会涨 这个才是关键 你忙忙的把历史成本加进去 就会干扰到你的判断 买房子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不小心买错了房子 买了什么海景房 买完之后100万 三年之后就只有50万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一直舍不得卖 觉得自己亏了50万 得等 得把它涨回来 请问对还是不对 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他真正的成本 就是这50万的现金 如果现在投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会不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啊 再比如 赌徒为什么总是十赌九输呢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倾家荡产呢 因为他们总想着把之前的钱捞回来 之前的钱是什么 是历史成本 你要知道 你之前输了多少 跟现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每一次都是独立的概率 输了就是永远输了 你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过去 你真正的成本是同样的经历 现在该做点什么 明天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开始啊 明白机会成本是什么 你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 才能够清晰的做出各种的决策啊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有所收获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见解 请记得给我的影片 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机灯更新的更多 对你有帮助的内容 这里是思维盛宴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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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